你知道张大千的画作相当的昂贵 而现在有20多幅要在大陆北京拍卖 其中一幅天女散花 因为这一幅他创作的原料是用金粉 所以跟其他的版本完全不同 所以现在业者保守估计光是这一幅画 大概就可以拍出折合新台币 大概2.6亿元 继续是我们特派记者关心瑜和方场义 来自北京的报道 满满的画作全是出自张大千之手 20多幅从台湾的经典收藏 在北京拍卖前抢先展出 尤其这幅天女散花 可是曾经于1990年在北京故宫展出的版本 特别珍贵 它的形象包括它的彩带 以及手中统的聚宝盆 还有它的纹饰 可以看得出来都是非常的富贵大方 那这一件作品还有一个不同于其他的 是除了用矿物原料以外呢 它有很多纹饰 衣服上的纹饰 花瓣上面的纹饰 都是用金粉在上面涂画的 价格定位是定位在5300万 来自台湾的拍卖业者估价保守 不过张大千画作近五年来 屡屡拍出天价新纪录 其中这幅加偶图最高 2011年拍出近7亿4000万台币 原本以为大陆艺术品市场 会随着近来的竞涉令而萎缩 没想到才刚刚结束的秋拍 反而更加火热 大陆2013年艺术品拍卖总成交额 高达3000多亿台币 这次张大千画展拍卖 能否再创记录也成为瞩目焦点 观世音方常议北京采访报道